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完了这期音频你就会发现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Lying in the Living Room 翻译成中文就是客厅里的狮子 是的 这是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事实 看似是我们选择了猫咪作为爱宠 但实际上是猫咪驯服和统治了我们 在人类和猫的关系中 猫才是彻头彻尾的主导者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猫对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系统 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那么到底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它们呢 相信听完这本书以后 你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这本书是风靡全球的自然科普读物 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畅销多个国家 作者艾比盖尔·塔克 是伦敦国王学院的生物学教授 在这本书里 作者从史前猫类的兴起 一路调查研究到如今的爱猫热潮 结合了生物 历史 文化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 全方位揭露了猫和人类之间的种种令人惊异的秘密 他在书里提出 对于猫来说 天生和人类婴儿相似的样貌 以及它主动驯服自己 积极融入人类生活的本事 让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如鱼得水 这本书不仅是亿万猫奴的养猫必备书 也填补了广大读者对猫的生物自然 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空白 接下来 我将用六条清单来告诉你 猫咪们不想让人类知道的那些事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猫对人类来说有什么用 对于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 吃老鼠啊 一提起猫 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它想象成 守卫粮仓的忠诚卫士 我们认为猫是老鼠的天敌 千百年来 人类养猫 猫能捕鼠 这是天经地义的 可事情这么简单吗 在那些久远的年代 猫到底吃了多少老鼠 帮了人类多大的忙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但是在近百年的科学研究中 猫和老鼠的关系 似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本书作者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特地去拜访了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高级学者蔡尔兹 他是专门研究猫鼠关系的研究者 在蔡尔兹拍摄的照片中 作者就看到了让人惊讶的一幕 在夜晚的城市街头 大群的猫和老鼠相安无视 并肩在垃圾堆游荡 并肩是个什么距离呢 近的差不多都能碰到了 但是猫直接无视了老鼠 没有任何捕猎的行动 老鼠呢 也没见它害怕猫啊 蔡尔兹表示 这样的场景其实很常见 猫鼠两个物种 在共享资源非常丰富的环境中 其实很少相互冲突 它们并不是天然的捕食者 和被捕食者的关系 也不需要相互竞争残杀 猫确实在老鼠经常出现的地点聚集 我们就以为它们在尽职尽责地捕食老鼠 但实际上呢 这是因为老鼠出现的地方通常有大量人类遗弃的食物 而老鼠的食物也是猫的食物 虽然从本质上说 猫是卓越的狩猎者没错 但猫吃老鼠的事情很少发生 因为既然食物资源这么丰富 猫也不是非得去抓老鼠不可 猫有时候抓老鼠 要么是为了玩耍 要么就只是折磨 就算吃也只吃很小的老鼠幼崽 有人可能会说 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 那这里还有一份从1916年就开始的农业调查研究 这个研究证明 在很多有猫巡逻的农场里 老鼠依旧横行 只有三分之一的猫在积极地抓老鼠 所以可能和动画片汤姆与杰瑞表达出的意思一样 猫鼠之间也许并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种捕食和被捕食关系 汤姆虽然总想抓到杰瑞 但并不是想抓到了吃掉它 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猫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实用性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反驳了 就算猫抓老鼠不太靠谱 但猫让我心情愉快呀 怎么能说没用呢 是的 总有人说养宠物能让我们心情愉悦 对我们好处多多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猫类科学家的研究结论 可能感觉会有点惊讶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 猫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影响 科学家现在认为 宠物的确是维持人们健康的神奇灵养 但那可能更多的是对狗狗而言 相比来看 猫对人类健康有益的证据就比较少了 更多的证据是关于它们不利于人类健康的部分 比如心脏病专家发现 养狗能够提高心脏病患者的存活概率 但是养猫反而不利于患者维持生命 而一项来自挪威的统计调查 还确认了养猫的人群血压普遍偏高 体型王宝还偏胖 整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 如果你也养了猫 听到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不太开心 我们来看看研究者是怎么解释这些情况的 其实这些不好的结果可以避免 比如 为什么说养猫的人会偏胖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狗狗需要溜啊 养狗的人就会进行更多的运动 研究者发现 单单溜狗这一项活动 就能造成养猫人和养狗人之间的健康差异 咱们拿数据来看 狗主人出去散步的概率 比不养宠物的人高60%多 而养猫的人呢 散步概率比不养宠物的人 还要低近10个百分点 多散步还有其他的好处 比如养狗的人在散步的路上 会认识新的朋友 很容易丰富社交资源 而社交是人类保持心情愉悦的 一种重要手段 但是养猫的人 就没有这么多机会认识新朋友了 除了这些对健康的影响之外 如果你养猫 一定对一种寄生虫很熟悉 就是公形虫 它们可以感染任何温血动物 但它们只能在猫的肠道中繁殖 书中提到了 公形虫所有的第二宿主 不管是骆驼 鲸鱼还是人类 都只是停留的中间站 只有猫的肠道 才是公形虫的狂欢圣地繁殖乐园 这种寄生虫 因为依附于猫 已经是现如今全球范围内 最成功的寄生虫了 那感染了公形虫有什么害处呢 公形虫会在动物的脑组织和肌肉组织中 形成不可治愈的囊种 而且目前没有办法去除 但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这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在急性感染的初期 它们只会引起轻微的不适 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症状 但据说全世界每三个人 就有一个人的脑子里 有这种寄生虫 它们在除了猫以外的其他宿主身上 似乎能够催生出宿主 一系列奇怪的行为 比如让宿主逐渐丧失 对猫类的恐惧和防范 甚至变得迷恋猫类 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 在人类身上也存在着 类似的影响 甚至有研究证明 公形虫和精神分裂之间 存在着稳定的联系 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大的危险 还是公形虫会感染发育期的胚胎 在世界最前沿的 猫类寄生虫研究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 就开始研究公形虫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了解了 这种寄生虫 对胎儿有恶劣的影响 比如会造成胎儿的先天畸形 以及失明 智力低下等等严重的并发症 不过 如果只是在室内养猫 感染上公形虫的风险 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如果猫会到室外去捕食猎物 那它很有可能会成为 传播公形虫的罪魁祸首 所以书中建议 怀孕的女性啊 最好不去触碰猫的排泄物 听了这些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 后背发凉了呢 但其实 这只是猫对每个养猫人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大 会发现 猫对整个地球的生态 都有巨大的威胁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 猫对生态系统有什么影响 全球自然保护协会有一份名单 叫世界一百种最具侵略性的物种 在这份名单上 有繁殖迅速的真菌 还有侵入其他大陆就随意疯长的植物 这些物种有侵略性 很好理解 咱们都知道 这些在食物链最底端的物种 就是靠量来取胜的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猫作为食物链顶端的超级捕食者 也在这份名单当中 是的 因为猫超强的适应性和繁殖力 能够轻松破坏一定范围内的生态系统 甚至可能导致宾威动物的灭绝 咱们先来看看猫超强的适应性 猫几乎已经遍布 所有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地方 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不论是沙漠还是丛林 甚至那些没有人居住 只有直升机才能到达的荒原 也有它们的踪迹 在这些地方 猫几乎可以吃掉 任何活着的小型动物 比如岩鼠 鹦鹉 蝙蝠 金龟子 小鱼 小龙虾 甚至猴子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州 有个基金会 曾经为了保护一种叫 带犁的珍稀生物 安装了价值50万美元的防护网 在保护区里 带犁的增长率非常高 但是有一次 洪水把防护网冲出了一个洞 等科学家们赶到的时候 只在保护区里发现了20只猫 而带犁宝宝无一幸存 如果是在岛屿的环境下 那更是方便了猫类 对其他物种的屠杀 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岛屿 本来是各式各样的生物 躲避人类的避难天堂 但是现在 随着邮轮旅行 部落迁徙 甚至是科学考察 猫类占领岛屿的趋势 在不断加剧 在岛上 它们轻而易举地 就能占据食物链的顶端 在澳大利亚 猫被称为野蛮之兽 和生态破坏之王 因为这片在巧合之下 成为独立大陆的岛屿 是世界上哺乳动物 灭绝率最高的地方 而科学家们一致认为 猫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一份长篇报告中 科学家们明确指出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本土灭绝或宾威的 近140种哺乳动物物种里 89种都和猫有关 人类当然不是没有意识到 猫的这种侵略性 在历史上其实有过很多次 灭猫行动 但是没办法 猫的繁殖能力太强了 比如1968年 科学家就曾经在 新西兰的一个岛上 投放了一种病毒 让猫群的数量下降了80% 这事放在其他物种上 应该算是过度屠杀了 但是在猫身上 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短短的六年之后 它们的数量就恢复到了从前 你看 有这种超强的适应性和繁殖力 猫轻而易举地 就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就可以影响其他大部分的物种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咱们说了这么多猫的坏话 猫有这么多的负面影响 那为什么我们对猫 还这么痴迷呢 在面对一只猫咪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忍不住 想要去抚摸它 依然对它的魅力无法抗拒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四点 想想我们平时 都是怎么形容猫的呢 可爱 没错 重点来了 我们常常用可爱来形容猫咪 你可别觉得 可爱是个容易的事 从生物学上来说 可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组特殊 并且强大的物理特征 包括样貌 声音和体型等 就比如 家猫的体格平均大约3.6公斤 和新生婴儿的体重差不多 而猫的叫声 和小孩的哭声也很相似 有研究表明 猫类可能在某段时期 调整过自己的发声 来更精确地模仿小孩哭的声音 本书作者的研究工作 是从不同角度 研究炉面的演变过程 炉面就是头颅的炉 面貌的面 他从这里找到了 关于可爱最重要的答案 猫的脸旁天生就具有吸引人类的特质 你看 圆乎乎的脸型 肉嘟嘟的脸蛋 大脑门小鼻子 它们的脸会让我们想起可爱的幼童 这些特质在科学上称为 脸幼触发特质 怜爱的脸 幼小的幼 人类对于这种长相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这种脸幼触发特质 会让我们释放出荷尔蒙 引起一种愉悦的感觉 最终导致一系列 保护抚养行为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养宠物啊 其实是一不小心点燃了我们的母性 那么猫的脸幼触发特质中 最重要的部分体现在哪呢 是眼睛 在五官当中 人类最看重的就是眼睛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猫的眼睛和人的眼睛 在几个重要的方面非常相似 首先 猫的眼睛很大 一只成年猫的眼睛 和人类的眼睛几乎一样大 这样的一双大眼睛 在圆圆的小脸上看起来 就格外地吸引人 而且猫眼睛的构造也非常幸运 是的 要用幸运来形容 因为很多其他讨人喜欢的动物 比如说兔子 它们的眼睛呢 是位于脑袋两侧的 犬类的眼睛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分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啊 它们的视野更加广阔 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 及时发现危险 但是猫不一样啊 它们生来就是优异的狩猎者 尤其是在夜间活动时 为了能够扑倒快速移动的猎物 它们需要有精准的 目测距离的能力 这就需要双眼的视野高度重合 所以猫的眼睛是向前的 而且位于头的前部中间 和人类眼睛的构造相同 这就是它们看起来像人类 获得人类喜欢的最重要因素 猫天生带着被人类喜欢的特质 让我们对它爱不释手 但是对养猫的人来说 有个问题一定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家猫主子 喜不喜欢我呢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五个问题 作者在书里遗憾地提到 我们对猫的这份喜欢 很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 因为从猫的本性来说 它们并不喜欢人类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们和猫咪之间那种 看似彼此非常依恋的关系 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猫类行为学家布拉德肖 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说 大多数猫生存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和人类 建立任何形式的感情联系 在科学家的研究观察中 也有同样的发现 根据研究员的记录 一只猫和它的主人 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内 一米以内的近距离接触时间 只有六分钟 双方互动交流的时间 更是持续不到六十秒 再比如 如果你养猫 那有一个场景可能非常常见 就是你叫它的名字 但是它无动于衷 猫不会像狗一样 听到主人的呼唤就跑过来 那这是因为猫 记不住主人的声音吗 当然不是 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 猫是能够辨认出主人的声音的 但是它对主人的热情呼唤 会选择不做任何回应 英国兽医米尔斯认为 猫在陌生的环境中 也不会像狗一样 依附于自己的主人 来寻求安全感 它们甚至会和陌生人 玩得很开心 虽然听起来有点现实和残酷 但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这就奇怪了 如果猫并不喜欢人类 那怎么会成为人类的宠物呢 是因为被人类驯服了吗 当然不是 先说说我们驯服动物的基本策略 第一 擒贼先擒王 通常我们只要把群居动物族群中的 头领控制好 就能掌控这个族群 比如牛和羊就是这样的 但是猫不喜欢群居 而且咒服夜出 行动呢 又非常敏捷 很难掌控 第二 控制交配 一般来说呢 人类会控制动物个体的交配 强化物种的有力特性 比如我们会培养生蛋更多的母鸡 产量更高的奶牛 但是猫对自己的交配 是相当有原则的 如果两只猫见面之后 彼此没有好感 你勉强它们也没有用 甚至公猫和母猫之间 还会爆发战争 所以对于猫这个物种 我们基本是没什么办法驯服的 那猫既不喜欢人类 又没办法被人类驯服 它们怎么会走到 人类生活当中的呢 作者认为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 猫是非常罕见的 家养动物样本 它们自己驯服了自己 来适应人类的生活 换取它们想要的空间 食物和安逸 听到这儿 你也许会惊讶 这猫也太有头脑了吧 没错 如果动物界也有情商 这样的词 那猫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高情商动物了 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它们经常不请自来 在某个清晨或黄昏 出现在你家门口 你被它的乖巧可爱打动 收留在家里 让它于取于求 在需要食物的时候呢 它围着你绕圈打转 不想理你的时候 任凭你说什么都无动于衷 最重要的是 尽管如此 你还心甘情愿地 坐着它的禅屎官 每天把它当主子一样伺候着 它们是真正的入侵者 不仅在生态环境里是这样 在人类的客厅里也是一样 完全掌握了主动性 作者就认为 我们根本就没有驯服它们 更没有办法控制它们 每一只宠物猫 从一开始 目的就是让它们选择的主人 沉浮于猫爪之下 甚至连叫声 都能够成为操控主人的独特语言 在一项调查中 还真有类似的证据 核磁共振成像显示 我们大脑的血液流动模式 会因为猫的叫声而发生改变 你看 它们根本不是毛茸茸指挥卖萌的宝宝 而是卓越的征服者 面对这样一个可爱又傲娇 聪明又危险的征服者 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它们呢 作者的建议是 如果你实在喜欢这种小生物 正在养猫 或者打算养猫 那么就尽量让它们待在室内活动 这不管是对外面那些 会被猫捕食的小动物来说 还是对防止公形虫感染 维护家人的健康来说 都是最明智的做法 但是养猫也要用科学的方法 虽然它们很强悍 但是和人类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对猫来说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正确的养猫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咱们这基因评的最后一部分 实际上 对于猫来说 搬进室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它们承受的压力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想想看 对于一个敏感的小动物来说 它们需要无条件地忍受冰箱 电脑和其他小玩意儿 发出的高频的刺耳噪音 要忍受室内的灰尘和某些毒素 尤其是会导致猫患上哮喘症的二手烟 而且对猫来说 最大的噩梦是其他同类的存在 猫是一种领地意识非常强的生物 曾经的它们 就连和同伴分享几公顷的领土都不行 但是现在呢 屋子的主人却不断把更多的猫带回家里 因为这些室内环境的种种威胁和刺激 宠物猫常常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 甚至引发病症 作者提到说 对于现代猫来说 最严重的疾病就是先天性膀胱炎 这个病有时候也叫做潘多拉综合症 一旦打开这个盒子 无穷无尽的疾病就会缠身 引发一系列胃肠疾病 皮肤病和神经性疾病 这种很常见 治起来又很费时费力的病 一直是猫最主要的死因 但是美国俄汉俄州立大学的兽医巴芬顿 无意中发现了潘多拉综合症的治愈方法 还找出了病因 他在做研究时 收集了一批被感染的猫 把它们安置在了研究区域 每只猫都待在一个一米宽的笼子里 每天呢 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喂食 隔三差五的可以在堆满玩具的公共走廊里玩耍 这些猫在实验区待了六个月之后 没有服用任何药物 潘多拉综合症竟然自动痊愈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我们的屋子才是让猫咪生病的主要原因 而治疗的办法也很简单 就是改善它们的生活环境 对猫来说 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生活的可预测性和前后一致性 什么意思呢 猫啊 希望我们能够遵守严格的日程 少一些陌生人随性地来来去去 喂食的时间呢 也要精确 你要是在每天下午五点钟喂食 那就要严格遵守时间 晚一刻钟都不行 而且也不要和它们有太多的身体接触 如果你心血来潮 非要把猫从床底下捧出来抱着 那它感受到的只有巨大的威胁和恐惧 所以巴芬顿启动了一个项目 来帮助诊断和纠正猫主人的错误行为 你看 如果我们要养一只宠物猫 就要设身处地地为它考虑 在这里呢 作者给出了一些养猫的建议 我也分享给你 首先 每只猫啊 都需要一个独享的完整空间 里面要有充足的水和食物 有柔软舒适的窝 同时呢 远离人类和其他猫 是的 就算你是主人 猫咪也不希望和你有太多的接触 然后 把室内灯光调暗一些 因为猫不喜欢光 天冷的时候呢 把空调开到最大 大多数的猫 在29度以上的环境中 会感觉到比较舒适 你在家里说话的时候 不要太大声 还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 酒 洗手液 香烟或者香水的味道 都会让你的猫感到不舒服 如果可以的话 多放置几个猫插盆 另外 你还需要理解每只猫的不同个性 让这只猫开心的方式 可能会让另外一只发怒 听起来 做到这些似乎不简单 但是在美国 已经有不少家庭 主动把自己的家 改造成非常适合猫居住的居所了 好了 讲了这么多 关于猫的那些事就差不多说完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 猫这种小动物啊 可不只是指挥脉萌的生物 作者在书里经常提到说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这就说明 人类还需要进一步地了解它们 但不管怎么样 客观上来说 猫对人类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也没有益处 它们是公形虫病的主要传播者 对于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来说 它们还是破坏之王 而且 虽然猫躺在了很多人家的沙发上 但是你能想象到 这种生物还没有被我们驯服吗 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 猫选择了自我驯服 依靠讨喜的长相和主动的接近 走进了人类的生活 换取它们想要的食物和安逸 总之呢 猫这种小动物 实在是让人欢喜 让人忧 如果愿意接受它们作为宠物 作者建议我们 把它们约束在室内 尽量给它们布置一个 适宜生活的环境 这样才是既爱护了猫 又对家人健康负责的好办法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